清朝为何要收复西域 有人说 清朝收复西域得不偿失 还不如放弃 因为明清时期 亚欧大陆的路上商路已经衰落了 西域作为贸易枢纽的作用早已不存在 即便夺回西域也没有任何价值 而要支撑这一大片寸草不生的内陆边疆地区 又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但我个人觉得话不能那么说 即便西域失去了所谓的商业价值 但它对于中原王朝来说 也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 西域是中国历史的情与表 西域在手的王朝 肯定是国力强盛的大一统王朝 要是拿不下西域 要么就是乱世 要么就是自顾不暇的二流朝代 而自清朝入关以来 异族身份始终难以得到汉人的认同 成为其统治中华的一大障碍 收复西域则彻底打破了这一障碍 清朝历经三代皇帝 耗时八十余年 终于在乾隆帝在位期间 一举拿下中原王朝 自唐中期以来丢失了近千年的西域地区 事后乾隆帝将西域命名为新疆 也是有新妇旧疆之意在里面 收复西域 让清朝彻底摆脱了异族入主的阴影 成为真正的中国正统王朝 同时也让乾隆皇帝 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华大一统之主 除此之外 清朝束缚西域也出于对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考虑 因为西域的准嘎尔势力是清朝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威胁 准嘎尔所处的地位很特殊 他处于内外蒙古诸部 沙俄和西藏的交界之处 他曾试图吞并蒙古诸部 介入西藏事务 并与沙俄相勾结 某种程度上成为沙俄入侵清朝的帮凶和跳板 同时回步的存在 也让整个西域的形势日趋复杂 可以说 如果不消灭准嘎尔 控制回步 进而收复整个西域 清朝的西部和北部边疆就会永无宁日 甚至影响到国家安全 所以清朝不遗余力的打击准嘎尔 历经三代终灭其国 康熙年间 康熙第三次亲征嘎尔兰 嘎尔兰死去 后来策望阿拉布坦统治准嘎尔 与青海的罗布藏丹金香勾结 一度兵抵西藏 攻占拉萨 紧接着 嘎尔丹策灵机位 在雍正年间多次进犯 直到乾隆年间 准嘎尔陷入内乱和异兵 清朝才获得机会 于1755年彻底灭掉了准嘎尔 接着又平定了阿摩尔萨纳的叛乱 和回步大小合着的叛乱 最终于1759年一统天山南北 完成了旧江心腹的伟大事业 期待